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观赏我的视频 和阿里伯伯一起来练武功 学习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专题是这个零件 这个零件结构有点复杂 要如何快速画出3D图档,这就要用点技巧了 今天就来画这个零件给大家参考 你也可以自己先画画看,如何快速画出来这个零件 那我们先来了解他们的外观与尺寸 来看上市图,这边距离是80毫米 这边框是16毫米,这边高是16毫米 四边倒角3毫米 这边眼角半径是8毫米 这边孔径20毫米 这边外近36毫米 这边偏于距离是3毫米 热彩长20毫米 这边厚是1.5毫米 宽是10毫米 看正式图,这边高是12毫米 高是6毫米,厚是1毫米 我们来看颇事图 我们来看颇事图 这边高是2毫米 这边高是6毫米 这边孔径5毫米 这边孔径9毫米 这边热彩长20毫米 高是4毫米 厚是1.5毫米 宽是10毫米 那了解它们的外观与尺寸后 那怎么样画呢 我们就一起来画画看 快速地把它们完成 我们就开始来动手吧 开新的档案 选择零件绘质,切定 选择上级纸面,草图绘质 选择线,既有建构线 在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往右 维持线向上,切定 选择四边形 这边画四边形 切定 选择四边形 这边再画四边形 切定 选择盐 中点这边画三个同心盐 上面再画两个同心盐 切定 选择线,既有建构线 在这边终点画一条垂直线往眼形 切定 选择眼角空间,眼角半径是8毫米 选择端点 切定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距离80毫米 这边距离16毫米 这边孔律是5毫米 这边直径9毫米 这边内致20毫米 这边直径30毫米 这边直径36毫米 选择线 在这边终点 坏条线往上90度向右 转垂直线向下 切零 选择四位形尺寸 这边宽3毫米 这边宽3毫米 这边距离16毫米 选择近色 选择近色图圆 选择与中间垂直线 切零 选择导角 距离3毫米 选择端点 切零 选择环状护制排列 选择中心点 选择护制排列图圆 切零 选择特征 深长填料 给天深度 两毫米 轮延伸 轮延伸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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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选择炒图圆 深长填料 给天深度 6毫米 轮延伸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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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选择炒图圆 选择炒图圆 深长填料 给天深度 12毫米 轮廓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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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零 选择炒图圆 深长填料 给天深度 14毫米 轮延伸 选择炒图圆 选择炒图圆 7毫米 选择炒图圆 descon填料 十五毫米 选择炒图圆 好 选择炒图圆 选择炒图圆 方向环转 切定 选择前击准备 参考几个 距离5毫米 切定 选择平面衣 草图绘制 选择参考图圆 香蕉曲线 选择面 切定 选择线 在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向左 转斜线向上 以线相接 切定 选择修建工具 修建不要的涂液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距离20毫米 这边高4毫米 选择特征 深长填料 给定深度 1.5毫米 方向向内 切定 选择 选择 静色 静色于前击准面 选择 静色特征 切定 选择环状护制排列 选择中心面 选择护制排列特征 切定 选择隐藏所有例行 这样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给它上个颜色 选择 绿色的绿色 绿色的绿色 切定 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 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 这边高是12毫米 这边高是18毫米 热材长20毫米 高4毫米 宽是1.5毫米 这边宽5毫米 这整个图形是正确的 这个零件结构有些复杂 要如何快速画出3D图档 绘图需要点技巧 才能快速完成图形的绘制 为什么要这么画 看完你就明白 好OK 我们今天3D绘图的视频示范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下小铃铛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这种所谓教学校长 看得越多 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等一下赞 帮我加油 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 就会通知你哦 我设订队的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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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设订阅